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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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那你不说 那你问他为什么 他如果不说呢 你不说我就这样做 你不需要 不必为这种事焦虑 其实每个人的头脑里边 有时候都有两个 每个人都会 有的是有一个更高级的人在支持 有的是两面性 有一个散的 有一个恶的 或者是有一个要这样的 有一个潜伏在内心不愿意的 等等都有 都有一个俩 你只不过是在某一个角度上更明显 你不需要排斥你的任何状态 因为你现在目前处的任何状态 又没给这个世界带来影响 又没给你的未来带来影响 其实对你的未来影响不大 包括你来到珠海 除我认识你那天提 其实从一开始我关注的是你的身体健康 因为你的身体要恢复 那你留在这儿 你做这么久 那要关注你的休息 都没有影响 你的身体也在恢复 你的休息也在一天一天转变 从那种苦梦的地方解脱啊 我觉得你不用你只需要慢慢慢慢继续下去 他们也想你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自己感觉有点改变 已经比较明显了 就是好像有种率心而为开始 对已经开始有力了了 觉得是我可以去做点啥或者是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又活力了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又活力了 肯定好像严 没有就好像 就这件事情就这么做了 好像也没有太多考虑 以前会考虑半天 就转不上去 但是现在好像 这个就是合一的状态 这个就是合一的状态 不增长 继续挺好的继续啊 就是这种率心而为 不为自己 随身就比较喜气 那个你应该知道吧 是贪嗔吃饭了还是自己 只是更有激情了 更有力量的去做解释 你应该知道 你做这件事自己还不知道 自己是啥毛病犯了做的 应该知道 凭你现在的智慧 已经足以绝造到这些东西 有些看不清楚 有些看不清楚 大家交流交流呗 某一件事 比如说这个酸的 这个甜的 你还不知道吗 简单的 我觉得人世界的这些事 你应该知道了 因为你多承认了嘛 比如大家最迷糊的就是情感方面 所以想到名利这些得失你还不知道啊 虚荣啊 自己是不是为面子说那句话的 什么这些不知道嘛 是吧 自己觉得哎呀 别人不走走自己自己 自己不舒服 都还不是个虚荣些面子吧 是吧 好多东西都 这些都能 你最起码知道 按人道的角度是知道 这个好像有多少搞定 但是路好像还是不太清晰 这叫修行之路 还是并不清晰 修行之路 大家还不撒切说 你本来就是嘛 这已经是根本的啊 你本来就是 修行之路就是要露出来嘛 因为最终极的结果 我们知道了 就是佛说你本来就是 我们不了解的是佛有多伟大 这个本性有多厉害多伟大 我们不了解嘛 所以我们会抓嘛西马丢西瓜嘛 我们会比这个世界 芝麻大的一些小事困住 然后不去求这个西瓜嘛 因为你不了解如来的境界嘛 所以但是这个没问题 你知道你本来是 但你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不管你是迷迷糊糊的进来的 还是有缘 反正你现在 名义上是说在修行嘛 一个人在这走嘛 是吧 而且一直把修行挂在 牲口衣上 是吧 最起码是这样 我们挂了个商鞋 我修行了嘛 然后不管是想逃避 还是什么都修行 那修行呢 根本点是你就是 这个一定要知道 然后修行之路就是回归 是吧 就不是往外蹦嘛 那回归回哪里啊 这个路还不清晰嘛 回归佛说是你分别执着啊 所以你看不见本性嘛 那你破分别执着不就完了嘛 你就看见了嘛 你就是嘛 就是看不见嘛 看不见说你在梦中迷失嘛 你放下分别执着就是了嘛 但分别执着很多 我们该放哪一点呢 从你最执着的那一点破嘛 分别执着很多 说面包也是分别嘛 这个面包我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 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 我们分别嘛 是吧 但这个你不需要在这儿修嘛 因为这个对你无所谓 你可吃可不吃 说句老师吧 无所谓的那些对你影响成道不大 你有所谓的那块破嘛 那你就是最快的嘛 你些 大家都是有所谓的 舍不得补充 无所谓的些断舌力破嘛 无所谓的 你已经断舌力了 你还有啥可破的 你已经无所谓了 是吧 既然无所谓 那就没什么 那就影响不了你啥 那在那个上做 你说有用嘛 有啊 你说 这是功德嘛 分享功德 你说有用嘛 这叫功德 但是很多人说 为啥做了那么多功德 我还是没收 我还是觉得老师 那个功德诗写不出来 在我这个 我还是没看到佛嘛 你在说 是因为你有所谓的 一直抓着 吵着 你所谓的全拿出来 有所谓的 一直在里面掖着 看都不让我们看 是吧 但是 最后 你那个有所谓的也得破 你不破咋成佛呢 是吧 所以生生世世 我们就这样破着 破着 一直到破到那个 有所谓的也能放下 所以这辈子 可以把这个端出来 下辈子把这个端出来 下辈子又把这个端出来 下辈子又把这个端出来 下辈子一倍一倍 一倍厉害的话 就全没所谓 就全没所谓了 我们平时说 三剑六道 没所谓 生命也没所谓 可以死 也都能 不怕死了 你竟然 怕这个吗 是吧 我们经常会 大家就说 你还别说 我们真不怕死 很多人不怕死 怕活得不好 大家都是怕活不好 你怕死啊 也有怕死的 这倒不是绝对的 你了解死吗 不了解 对 不了解你说怕死 这不是小孩子说话 你都不了解 你怕个啥 不了解死吗 又说对你是个盲区 所以你怕盲区 你怕看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你没关系呢 继续修 没有漏可走 没有漏可走 有啥漏可走 所以成道之路 就是放下执着 放下分别 没有漏可走啊 就是大家说 那我们就几十年修修 怕啥呢 二三十年三四十年 修修修啥呢 就修你放不下 就那么折腾了 闭关朝山 然后打坐静坐 八个小时九个小时 夜不倒带 所有的一天 为什么因为你放不下 放不下 通过那些有形的方法 慢慢你放下 为什么 那些状态容易让人放下 容易让人借到空心 那些状态能够让你成长 不是说那些状态多好 是那些状态能让一个人解脱 就从梦中折腾醒来 有些状态能让你折腾的轮回去 有些人说去赌场 我说去赌场没有错啊 赌场是博彩业 人家既然开博彩 但是你在那赌博 你知道每天就在那赌博 是吗 那不是一个 你在哪 他说我不在乎 我是个游戏啊 我也不在乎输赢 我说很好 你不在乎输赢 而且那个赌博也是个娱乐 是吧 有时候放松一下 真的 但是 你觉着一下 你当你没钱的时候 是不是地面就想到去那赢钱 因为你觉得你的记忆很好 去那赢钱 好 你是不是不想复仇就想得呢 是不是 你已经养成那种习惯 就是说 你已经投机了 你成了一个投机的 就是就想 我赌一把 靠用起吃饭 我赌一把 我就能赢一把钱 我赢回来 我就能做任何 而我们 你们没去过赌场的人 是不是没钱了 想自己去打一份工赚钱 是不是这样想的 好 同样的两件事 已经让你 这个去赌场的人已经 他们一没钱 他就想去赢一把 这个没钱的时候 他没去赌场 他没钱的时候 他想我去找一份工作 靠自己的双手去赚钱 那么他有可能 在这个赚钱的过程 他靠自己的劳动 付出 有得有失 他的业力 或者很多东西 那个业力是什么 就是他在 第一年想 我要去赌场赚钱 我去 不劳而获的这种心态 就是业力 他已经养成这种 不劳而获的心态 他说我赌一把 靠右气 我有右气 我就能赚一笔钱 赚了一笔钱 我就不想付出 他不想付出 就越来越内心 那就懒惰 就是晒来 他不想努力 总想投机 总想去投机 去做 去做上任何事 他都会那样 他不想付出 就想得 不想付出 就想得 永远是这样 这就是 行程 一旦形成这种心理状态 这就是业力 已经差了力量 就业力 而你这边 你不断的靠自己劳动 说我要找一份工作 打贵 我去赚钱 赚少了我去花 赚多了我多花点 赚少了 资足资足 慢慢慢慢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有一种上进的心 但这那种 慢慢的他就 换散 好奇来说 因为赚来的钱 他很快就回货完了 因为 赌场赚来的钱 哪有不回货的 是吧 很快就花完了 然后他就养成这种 不良的习惯 并不是说 本身那个博彩业 有什么问题 人家那个 博彩业 如果你是休息 有时候破分别 有的人还专门去赌场 本身那件事没什么问题 就是玩一下嘛 是吧 游戏嘛 是人在那里边容易 放纵自己 容易 换到 容易去死死的 就是说 说说不起 因为就是波动 由于 在那里边折腾不出来 有时候 因为随从你吸气的事 折腾不出来 而另一个 你很努力的事 很努力的做一些事 你就折腾出来 所以才有 夜不倒单 静坐 禅定 六度 六度弯形 持戒 这些 因为这些让人 从时空里面 能解脱出来 因为你最后还不是 只是从一些小事上 你还要从时戒 空戒 没有定你是解脱不出来的 所以才要入定啊 修才定啊 这些 因为最后破的分别制作 不是一种单纯的 烦恼和痛苦的取舍了 已经 甚至是时间空间 光明黑啊 这些很根本本能的东西了 所以它需要定力嘛 所以你 那些东西都是 不过就是放你分别制作 你对时空的分别 它不休息放不下 但是面包这种是 我是举个例子啊 面包很好吃啊 面包啊 奶油啊 或者水果啊 这些日常的这些都行 我想你们下家核心 哪个也放下了 我今天不吃面包 我还不行啊 能啊 这些因为对你们不是 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吧 有些重要的 不是白说啊 放不下 还是久久 在这久着 是个心结嘛 好吗 既然是个心结 那就通过各种折腾来放嘛 那有些法 有些地方是折腾完了 也白折腾 有些地方你折腾完就有收获 比如财堂啊 比如说闭关啊 比如打气啊 比如说 听老师开设等等 你自己站座啊 静坐啊 这些折腾是 这些折腾是 大家觉得在这些折腾里 不会白折腾 但是都叫折腾 是吧 始终是为了折腾 你要今天坐在我面前的时候 说你说的这些折腾都破了 啥也不用修了 你就是嘛 还有漏客的时候 你还迷惑啥呢 看不透死亡 看不透死亡 你不是小成道嘛 你每天活在生灭法里面 你怎么能看透死亡呢 死亡是个灭 你把现在活着叫生嘛 死亡是灭嘛 你撬出生灭法之外 你才能看透死亡 才能看透轮回这件事嘛 最起码在你头脑里 生个灭的 而言对立的 意识层面的认知破掉 分别破掉 生灭 你活在涅槃境界里 就是不死不灭的境界里 你才看透死亡 才能看透啊 否则就算在这点着一支蜡烛 当你把它点燃的时候 它的火苗在烧 一支蜡烛 你赋予了它很多一支蜡烛 它的火苗在燃烧 当你点燥它的 它的蜡的那个液体在流淌 如果你有点文学 就这样赋予说 啊 蜡锯成灰 历死干 在流利嘛 那从那个角度 不管是化学的 物理的什么 你对这个蜡烛的点燃 都有很多 赋予它很多意义 是吧 这个蜡烛一直在燃烧自己 燃烧自己 然后流着力 流着力 或者是流着蜡 或者为什么点燃 它会有融 点出物理的角度 它会融化 然后 还有蜡烛为什么能发光 它点燃烧是怎么发光的 能造得多大面积 出物理出化 其实这蜡烛 这就是 你赋予了它很多意义 是吧 然后到一口吹灭的时候 你给我解释它的意义 这叫灭啊 一支蜡烛你都看不透 如果你的头脑里面 赋予它有多意义的话 它的生面你都看不透 它就是催 叠着催面 这一辈子你给它开头 给我说清楚它的意义 何况你是一个人 何况你是自己呀 生跟灭给它说清楚 何况一个人的生死 你怎么能看到死亡呢 我们头脑里面太多的意义 你连一根蜡烛 你也看生面法也看不透 这个东西 从生 现在在生 从窑里窑变出来以后 它工家设计它好以后 它的颜色是随定的 为什么定成这个红色 而且厚度是随定的 大小是随定的 这个形式是随设计的 然后在窑里 它经过多少高温 它经过几个小时出楼的 然后它是用什么土做的 它来自于哪里 这个土来自于哪里 从地球上最初形成 这个土怎么形成 它的水是哪里的 一大堆问题 然后它经历了随着用它 然后喝完了以后 赋予了它什么样的身份 定位 价位多少 然后它大大了 你给它说明它有意义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杯子 扔到地上打烂了 你给它告诉我 这个杯子的一身 有什么意义 它是面嘛 这叫生面嘛 然后它的历史 有没有历史 如果你有时空的感觉 它就有历史 如果有时空 它就有年龄 它活了五岁或者三岁死了 是不是 如果你有意识 它就有意义 它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一大堆 是不是 那都叫意义 如果你的时空未破 你的意识层面 还不停地在生面里面 你的意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算打碎 它灭了吗 我记得把这个杯子扔了 它灭了吗 我刚才说的那一堆 不在这儿吗 还在这儿 你给它看清楚它的生面 啥看啊 有啥看的 没有一个东西你能解释清楚 它是生的还是灭的 它是死的还是活的 你只能活在当下说 它睡了 它现在没睡 你只不过给它下个定义 谁想到你啥也说不清楚 你现在想看清生死轮回 看清你的死亡 是你赋予了死亡太多的意义 是吧 你活在死亡这件事里面 你怎么能看清 就是不可能解释清楚 解释不起 福音告诉我们说生命为幻境 你以为这件事解释清楚了 幻境我们同脑里面 会制造个生命的幻境出来 想象 幻境好不容易 我们现在看过电影 以前人没看过电影 我想连幻境也想象不出来 现在都是 就像电影啊 假的 幻境就是假的 幻境你看电影为什么哭啊 是不是 那假的你哭啥 你的历史假的还是真的 你的愤怒是假的真的 你的伤痛是假的真的 既然假的你哭啥 谁也知道假的哭 你哭啥 是不是他触动了你内在的真的 那到底那个是真的吗 你心里边看一段爱情故事 你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他触动了你内在的东西吗 好你说 嗯 触动了我的心 我心里边有一段回忆 你那段回忆真的假的 佛说那段回忆是假的 假的你哭啥 那是真的假的 佛说四大皆哭 那到底你也没有吗 水吗 这是啥东西 你给他解释清楚 所以佛说一切如梦法炮鱼 只是一个方法 只是说你不要执着了 那个东西 其实是能够解脱的 他说假也罢 说真也罢 说坏也罢 说梦也罢 只是说先让你放下 通过这个放下这个执着 你能够醒来 他让你在这里 在这用这种方法来折腾 就说先把他管成假的来折腾 他是对应人类的思维意识 设定的一个方法 那样子 让你那样想 不那样想 让你去 你总要想的嘛 是吧 把一切问题想成梦法炮 也跟想成他真实不虚 是两个结果 是吧 所以他说你先把三维角度的 所有事情想成假的 想成幻境 然后你就有可能出三维 然后再在三维外 再在四维 四维是不是真的 他说也是假的 你就出嘛 这是出去的方法 但是假的 到底生命是真的假的 你怎么能看 不是说生命是个幻境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每一个维度的周知 只要他执着都看到了生命 没看到有何 为什么假的都看得那么清楚 真的从来看不见 为什么你永远看见假的 佛说假的 假的 为什么你每天看的都是假的 真的哪去了 就是这样嘛 怎么能看清楚 我要说那是真的 你不是更执着啊 说假的你都抱着不放 别说真的 真的你就更不行 用假的这个概念 来破你的分别执着 知道吧 用假的这个概念 这样小 来破你的执着 破下你的分别 然后你就没有真假 你就自在了 你就在这假的真的 假的真的你就不自在 生的面的 生的面的你就不自在 然后就成道 这个世界自真是假 随便定义呗 那不就是个电影 真的假的又怎么样 你现在实施机就在受包 我们也不在受包 真的假的我们也在难受 看不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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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